同样大阵仗的守候 把关更是决定从明年的1月到3月 将会密集开庭 一个礼拜7天 会有3天都在开庭 外界质疑说 难道这是速审速决吗 终究林一世这个案子 就是让常常把清廉 挂在嘴上的马总统破功的 国民党上让瞎瞎都知道 最好不要在马总统面前 提到林一世 一只两只三只好多麦克风 设台前行政秘书长林一世 和妻子彭爱家 纵进台北地院 案情始终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三个小时后 庭讯结束 林家的被告们通通不认罪 甚至质疑陈启祥提供 录音档的可信度 怀疑剪接过 双方你一言 我一语 法官最后裁定 这个案子从明年的1月到3月 将会密集开庭 一个礼拜7天将会开庭3天 甚至将传讯经济部长施言翔 因为他曾经作证说 林氏仗者职权官说过 中高中联的卢渣标案 这是速审速决吗 很多案子都拖很久很久 林一世是马总统提拔的人 大家都知道他的涉探案 让老师把清廉挂嘴边的马总统 很尴尬 案件确实是让整个执政团队是蒙修的 林一世前秘书长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少去谈 现在在总统面前是要提林一世这个名字 可是欠规则呢 邀请回王远山台北前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